欢迎大家收看AI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 正在使用OpenAI技术来测试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 聪明、尴尬还是令人担忧? 政治家们将TikTok竞选推广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普利策奖得主作家加入OpenAI和微软版权诉讼 AI疗法能否帮助缓解美国的心理健康危机? 2024年要关注的最大科技新闻 请大家收看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表示 正在使用OpenAI技术来测试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 CNN 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承认在开发自己的AI模型时 在有限程度上使用了OpenAI的GPT技术 此前 OpenAI因为对字节跳动使用GPT数据的担忧而暂停了其账户 字节跳动声称其工程团队使用OpenAI的GPT 以及其他第三方模型进行评估和测试 字节跳动发言人表示 该公司获得了微软的许可 可以使用GPT API 并将GPT用于中国以外的产品和功能 OpenAI的服务在中国不可用 The World此前曾报道称 字节跳动秘密使用OpenAI的技术训练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 违反了OpenAI的服务条款 OpenAI已经暂停了字节跳动的账户 并正在进一步调查此事 聪明 尴尬还是令人担忧 政治家们将TikTok竞选推广 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澳洲ABC 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候选人 正在利用社交媒体来吸引年轻选民 这些选民占选民总数的60% 以争取在2月的选举中获胜 候选人们发布猫咪视频 使用好莱坞的参考 并在TikTok上跳舞 以吸引迁徙一代和Z一代 这些策略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批评 他们表示对这些花招感到冒犯和沮丧 然而 其他人对这些新的形象感到迷人 这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 允先候选人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为年轻人群体 进行了最多的重新塑造 他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还有将它描绘成 可爱卡通人物的魔音 出现在服装上 这次选举将看到普拉伯沃 一位国防部长和前特种部队将军 挑战前中爪阿省省长甘加尔 普拉诺沃和前亚加达省省长 阿尼斯 巴斯维丹 争夺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领导权 普利策蒋德主作家 加入OpenAI和微软版权诉讼 雅虎 包括普利策蒋德主在内的11位作者指责 OpenAI和微软滥用他们的作品 来训练OpenAI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和其他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 这些作者声称 这些公司通过使用他们的作品 来训练OpenAI的GPT大型语言模型 侵犯了他们的版权 这些作者已向法院要求获得经济赔偿 并要求这些公司停止侵犯他们的版权 一些类似的诉讼已经由版权所有者组成的团体 对OpenAI和其他科技公司提起 指控他们在人工智能训练中 满用了他们的作品 AI疗法能否帮助缓解美国的心理健康危机 雅虎 近年来 人工智能AI治疗应用程序 在人们中间越来越受欢迎 提供了一系列心理健康服务和治疗 虽然这些应用程序不能替代人类治疗师 但对于那些由于成本 可获得性或保险覆盖等障碍 无法接受传统治疗的人来说 他们可以是重要的补充 一些研究表明 AI治疗可能是有效的 特别是对于系统性治疗 如认知行为疗法 然而 怀疑论者认为 依赖AI进行心理健康支持 存在重大风险 包括可能提供错误建议 不道德使用 以及对隐私 监管和问责制的担忧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AI治疗应用程序 在未来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 一些公司正在寻求FDA的批准 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2024年要关注的最大科技新闻 雅虎 新年即将来临 这意味着现在是展望2024年科技趋势的最佳时机 生成是人工智能是2023年的热门话题 而仅仅因为1月1日午夜钟声敲响 并不意味着它会变得不再重要 在未来一年中 生成是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将继续主导大部分讨论 然而 这不仅仅是关于新模型和公司加入人工智能竞赛的问题 讨论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 公司如何从早期的生成是人工智能投资中获得收益 但人工智能并不是唯一引起轰动的话题 当苹果AAPL在2024年初发布Vision Pro头戴式显示器时 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也将成为焦点 与竞争对手MetaMeta展开对决 2024年 自动驾驶技术也将受到大量关注 特斯拉TSLA和通用汽车GM等公司将面临与自动驾驶能力相关的批评 更多的汽车制造商将部署先进的驾驶员辅助功能 此外 还肯定会有一些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突然出现的新闻 谁能想到在2022年 生成是人工智能会成为2023年的科技热点呢 因此 以下是你可以期待的2024年的一些重要主题 2024年最佳AirPods Pro替代品 全部售价100美元或更低 雅虎 苹果的AirPods Pro非常好 但也非常昂贵 对于那些不想花249美元购买两个小塑料耳塞的人来说 雅虎新闻整理了一份价格低于100美元的最佳AirPods Pro替代品清单 这六个替代品分别是E-More Air无下耳塞 和Adfair W320TN自适应主动降噪耳塞 文章重点介绍了每个替代品的特点 并讨论了它们的优缺点 火车轨道上的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得到拯救 BBC 一种名为自动驱路系统Ads的新型人工智能AI系统 已经成功在英国的铁路线上进行了测试 以防止路进入铁路线 该系统使用声音和视觉传感器来识别路接近铁轨的情况 如果检测到路的存在 将触发可听见和可见的警报 以将动物驱离铁轨 然后 一个AI摄像头会监控路的移动 直到它被引导到安全距离为止 自从今年5月开始测试以来 Ads系统已经成功每周平均驱离了50只路 传统的驱离路离开铁路线的方法 如装载火车上的哨声和高维栏 不可靠且成本高昂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人工智能系统不能被命名为专利的发明者 美联社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人工智能系统不能被注册为专利的发明人 这一决定是美国技术专家斯蒂芬 塔勒长期法律纠纷的一部分 他试图让他的人工智能系统 Dibus被认定为两项专利的发明人 法人认定 根据现行法律 发明人必须是一个人 塔勒声称 Dibus自主创造了一种食品和饮料容器 以及一个灯塔 这一决定凸显了需要更新现有法律 以跟上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需求 倡导者推动将民权法案引入人工智能时代 华盛顿邮报 美国民权律师委员会提出了新的立法 以规范人工智能AI工具的使用 并保护免受其歧视性使用的侵害 该组织的在线民权法案 旨在将反歧视法律引入现代人工智能时代 解决该技术所暴露出的差距 这份30页的提案仅与科技202分享 呼吁对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扩展评估 并采取新的保护措施防止其歧视性使用 国会山上的许多议员已经提出了 旨在减轻人工智能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的风险的法案 其中一些法案 包括旨在防止数据歧视性使用的法案 已经获得了两党的支持 民权律师委员会的提案旨在填补技术上的空白 并完善民权倡导者先前提出的概念 该组织得到了五个主要民权组织的支持 包括全国城市联盟和全国黑人公民参与联盟 科技正在帮助圣诞老人更高效地来到城里 经济学人 圣诞老人全球公司向股东提供了一份业务更新 概述了公司改善效率和简化运营的努力 该公司投资于技术 包括人行道机器人 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喷气机 以改善物流并避免供应链问题 他们还在卫星生产基地实施了3D打印机 使他们能够在本地生产玩具 减少供应中断 该公司还开发了一款适用于iOS和Android的圣诞老人应用程序 提供可定制的礼物 圣诞老人全球公司相信这些措施 将帮助他们管理成本并改善他们的环境足迹 经济学人痛苦叔叔的回归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的专栏作家巴特尔比最新的专栏 提供了有关职场困境的幽默建议 该专栏包括如何参与水基边的谈话 当你没有有趣的意识可分享时该怎么办 以及如何应对具有奇怪名称的会议室 巴特尔比还提供了关于冒名顶替综合征的见解 并提供了关于在谈话中适时插画的技巧 网球运动员将通过新的监控服务获得保护 以防止网络虐待 美联社 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 美国网球协会 全英俱乐部和女子 WTA群回赛的联合声明 一项名为威胁矩阵的新监控服务 将于2023年1月1日推出 旨在保护网球运动员免受网络虐待和威胁 该服务由人工智能公司Signify Group开发 将监控选手在Twitter、Instagram、YouTube、Facebook和TikTok等平台上的公开社交媒体账户 以寻找虐待和威胁内容 其目的是识别虐待者并采取适当措施对付他们 该服务将支持35种语言 男子、ATP巡回赛以及澳网和法网的组织者并未参与此次声明 中国总理和高级官员向已故的人工智能先驱唐晓鸥致敬 南华早报 中国高层领导人 包括李强总理 在一场追悼仪式上向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 人脸识别领域的领军专家唐晓鸥致以敬意 这场活动吸引了一批非同寻常的高调悼念者 凸显了北京对顶尖人才和自力更生的重视 以应对美国限制中国获取尖端技术的努力 商汤科技自2021年以来一直受到美国制裁 理由是其涉嫌协助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侵犯行为 机器中的滥用 研究显示 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正在使用儿童的露骨照片进行训练 美联社 根据斯坦福互联网观察报告 用于生成逼真图像的人工智能AI图像生成器中 包含数千张儿童色情图像 除了使用这些图像来创造虚假儿童的露骨图像外 AI系统还将社交媒体上全副武装的青少年照片 转化为裸体图像 斯坦福报告发现 在用于训练AI图像生成器的数据库中 有超过3200张涉嫌儿童色情的图像 VN数据库现已被暂时移除 这个问题是由于AI工具将成人色情和儿童的无害照片结合在一起导致的 报告呼吁公司删除从该数据库衍生的训练集 并将就版本的图像生成器从互联网上移除 报告还指出包括CVTI和HuggingFace在内的组织在防止生成虐待儿童图像方面缺乏保障 斯坦福报告还建议在没有得到儿童家庭同意的情况下 不应将儿童照片输入AI系统 因为这涉及到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保护 特斯拉加入标普500指数三年后遭受重创 彭博社 特斯拉加入标普500指数三年后 其股票表现不佳 仅上涨11% 而指数上涨了28% 罗斯资本合伙人的分析师克雷格 欧文表示 公司的表现不佳是因为其加入指数时被高估了 未来对特斯拉来说可能更具挑战性 因为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正在降温 但其在该行业的主导地位仍可能使其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 分析师预计 在未来12个月内 随着对电动汽车的需求预计在2024年减弱 特斯拉的股价将下跌约6%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检视一下最新的科技新闻 首先 字节跳动表示正在使用OpenAI技术测试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 这引起了OpenAI的关注 他们暂停了字节跳动的账户并展开调查 这个消息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抄袭是最真诚的赞美 或许字节跳动希望通过使用OpenAI的技术来提升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 但也必须尊重创作者的版权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政治家们对TikTok的关注 一些印尼的总统候选人正在使用TikTok来吸引年轻选民的注意 这种新的推广方式引起了年轻人的批评 但也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政治家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方式来赢得选民的支持 即使这意味着跳舞和拍视频 在另一则新闻中 包括普利兹奖得主在内的作家们指控 OpenAI和微软滥用他们的作品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侵犯了他们的版权 这引起了对版权保护的关注 作为一个作家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担忧 版权是我们创作的核心价值 我们需要保护作家和创作者的权益 同时也需要将技术和创新与版权保护相平衡 另外 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也引起了关注 人们对于使用AI治疗应用程序来改善心理健康的兴趣日益增加 虽然这些应用程序不能替代传统治疗 但对于无法接受传统治疗的人来说 他们可以是重要的补充 当然 使用AI进行心理健康支持也存在风险 我们需要确保这些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科技趋势方面 生成是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将继续成为讨论的焦点 不仅仅是关于新模型和新公司的竞争 还将讨论如何从早期的投资中获得收益 同时 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也将成为重要的话题 各大公司将展开竞争 自动驾驶技术也将受到关注 汽车制造商将部署更多的先进驾驶辅助功能 最后 我们还有一些轻松的新闻 圣诞老人公司利用技术改善运营效率 为我们带来更好的圣诞礼物 经济学人的痛苦输出专栏也回归了 带给我们幽默的职场建议 此外 一个名为威胁矩阵的新监控服务 将保护网球运动员免受网络虐待 这些轻松的新闻让我们看到 科技在生活中的各种应用 从改善物流到职场建议 再到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